泛泛,船在水泊走的样子。 井,同,井,远的样子。 怨,思 的样子。 言,语气注词,没有识意。 忠心,心中。 仰仰,忧愁不定的 样子。 是,往。 不暇,该不会。 语文, 各孩子沉慕舟, 顺江飘去远游, 时常挂远游子。 心中不安无献愁。 各孩子沉慕舟, 顺江飘去远游, 时常挂远游子。 该不遇上险语惑。 解, 母子之情是人世间天然的, 最为固的血缘带。 这一点, 只要人, 存在一天, 大概是不会改变的。 血人之常情, 真夫恨, 怨妇愁, 气腹痛, 新婚, 相欢, 母子情。 在, 诗经, 中可以是既有广, 也有深。 选编者对写人之常情的肯定。 把这些诗作为, 经典, 也可看出他们对人间喜哀悲欢和持充分肯。 定的态。 表情达一本属人的天性, 也是诗的功能所在, 充分肯定之后吧。 他们纳入道德规范的轨道, 也是他们的用意所在。 人们常, 母爱是无私的。 这话一点不假。 从十月怀胎, 到一朝分娩。 到孩子张大成人, 到孩子闯荡社会漂泊天涯, 母亲付出全部的心血, 即有肉体的, 也有精神的。 换个法, 母亲是在用她毕生的心血净创造。 创造生命, 创造自己的作品。 孩子作为母亲创造的作品, 虽是另一个存在, 另一个生命, 却时刻迁。 动着创造者心。 她的荣辱臣服, 幸福伤痛, 生病死, 都不能不使她的创。 造者关注和动心。 实际上, 母亲通过自己的创造, 早已把自己融入到作。 品中, 与作品一起同呼吸共命运。 于是, 人间才有永不会消失的母爱的。 表达, 伯舟, 伯舟,